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大家好 我是小元鼠 最近很多花友反映说 现在月季开花已经打不开了 现在已经是初冬的季节了 这个时候月季开花基本上它会出现一个 很难打开的情况 因为这是受到低温还有一个 水分的影响造成的 像我们这种大棚里养的花 现在也已经打不开了 因为大棚里白天的温度会非常高一点 然后一到晚上的话温度又会降低 然后它整个水分也比较大一点 所以它最外层的花瓣 会出现很明显的损伤 像这一棵就已经损伤掉 如果大家在户外遇远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特别是对南方 像江浙地区或者西南地区这样 水分比较多的地方 湿度大的地方 冬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这一波花已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当然如果大家想去观赏它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操作 那就是把最外层的花瓣把它扯掉 因为它花瓣打不开呢 主要是因为最外层的花瓣把里面的花瓣给包裹住了 然后里面的花瓣还是比较健康的 你这样把它扯掉的话呢 里面的花瓣如果在晴天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打开的 像这种小的 大概在这种状态就可以去处理了 花瓣已经开始慢慢打开了 但是外层的花瓣就比较干 所以我把外层的花瓣给它扯掉 这样保留的花瓣都是比较健康的 这样这样的花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小小的操作交给大家